受三藩市華埠美化小組的邀請 每個週末在花園國廣場免費演出的一名三藩市中樂團的女歌手 日前因為場地許可症的問題遭到取締 事件令到社區關注辦活動是否要申請許可的問題 張麗玉報導 三藩市中樂團每個週末都在華埠花園國免費表演娛樂附近的獎者 美化華埠小組主席彭德偉透露今年1月9日 當一名女性團員趙女士在演唱時 一名清理公園的員工要求她出事活動許可症 引發群眾議論分並且驚動了公園管理員 或者太多老人保護趙女士 就叫車打電話的Park Ranger 那個巡警來到是一個白女白人的 但是她更多一些老人家再圍著她 那麼說廣東話 那麼那個白人當然不懂不知她說什麼 她說可能是怕暴動 或者打電話中央 終於我來到了 那麼帶著她回去 趙女士隨後被釋放達收到兩張傳票 傳召她2月24日出庭 理由1是沒有場地許可和違法使用抗音器 理由2是拒絕和公園管理員對話 趙女士向本台表示 事發之後很害怕心情亦很混亂 暫時不想接受採訪 三藩市中學團由灣區近30個退休長者組成 強調演出不會受影響 兩年多來我們都是一種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過 但是也有些人說我們 因為以前我們用音響 他們都叫我們不要那麼吵 但是我們還是乾脆就不用音響 大家都要接受 彭德偉說 先前都有透過電子郵件 向公園及康樂局申請場地 但就無力負擔申請抗音器許可的費用 事實上只有在公共場所辦活動 還有使用抗音器就要申請場地使用證 和使用抗音器許可證 那麼你要Fill Application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申請這個Loud Speaker Loud Speaker你要告訴人家 你用的是哪個Equipment 跟要多少Watts 那麼做什麼樣的用途 26台記者將來2月發導 就要申請這個Loud 就要申請這個Loud 就要申請這個Loud